这篇ET Today的报道 他访问的是在高雄的一名地方人士 他的看法 他有一些条件理由认为 其实这一次的淹大水不能怪臣其迈 除了雨真的太大 还有适逢满潮 他重点重点 在这边 他说高雄跟双北不同 高雄市的都市美学走向水岸城市 所以为了让市民更清水 在高雄的爱河港口海港沿岸都有 都没有建设这么高耸的堤防 那么双北的淡水和沿岸因为有高堤防 所以每一次台风来就必须要关水门移车 他说我觉得这才 这也是关键好不好 他说要高雄市民反思 没有堤防在满潮或是大潮来临时 海水加上雨水 当然会满意过来到市区 没有办法排泄的雨水 加上满意的海水 高雄能不淹吗 淹得天经地义是吧 还说可是要新建堤防 就得要牺牲高雄市的水岸花香的城市美学吗 这样是市民愿意接受的吗 我请教兵哥我就问 对我来说这奇闻共赏 那高雄人会信吗 这一套论述 高雄人会买单吗 所以这个人是在告诉我们说 高雄为了美所以必须被淹 对 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他在回归扯什么 我真的听不懂 我虽然不是高雄人 但是因为我外公外婆住在高雄 所以我小时候常去高雄 这个高雄有特别要要求这种美感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然后家园全毁也没关系吗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篇文章 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样 城市很美但我家园不美了 我不知道当初在建构这个城市美学的人 心里头就想 我宁愿为了美 我宁愿被淹 我宁愿牺牲 为了艺术牺牲 对 真的耶 为艺术牺牲 献牲 真的 所以高雄在拍三集片 为艺术牲 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是到底在干嘛啦 这鬼扯到一个无极限 我就觉得 这人是有病是吧 然后呢 每一次起手是一定要 我非蓝非绿 对 对 此地无垠 但奇怪 他非蓝跟绿 可是又是政治幕僚 他到底是哪一国的政治幕僚 他是红的 非蓝非绿 他到底是谁 我真的觉得好奇怪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鬼扯这些东西好不好 我想高雄根本就没有这种城市美学 也从来没人想过这件事情 那今天不然我们现在立刻请高雄来公投 你们要淹水还是要城市美 你们自己去公投 看一看你们中间马上可以做一个让高雄来走走看 这根本就胡扯嘛 真的耶 如果在聊天室里面有高雄的朋友的话好不好 帮我们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要反思的是 民进党在高雄执政二十多年 那你们也都知道高雄的问题在哪里 大潮又不是只有今年才会发生 每年都会发生啊 那请问一下 所以每年如果这个时候遇到台风或是下场暴雨 就高雄就注定要淹水 谁也防不了 我们人类挡不住这个东西 人类已经21世纪有这么蠢吗 所以很简单嘛 如果真的认为只是因为堤防不够高 那就建堤防啊 那就不要花什么工夫建什么志宏池嘛 你把堤防建起来不是结了吗 为什么不建 是有病吗 哪一个陈其脉也好陈居也出来 你们告诉我 你们是因为美所以牺牲的 所以不要建堤防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说港都升级变海都 是喔我真的觉得鬼扯啊 不要胡扯到无极限好不好 这件事情应该要去讨论的是 为什么我们挡不住这个水 为什么水排不出去 如果是因为大潮就排不出去的话 那以后完蛋了 我们就只有祷告 祈求上天 大潮的时候千万不要下大雨 是这样吗 我们就没有其他科学的方法能够做吗 一定有的嘛 堤防建高就不好看吗 谁告诉你的 大家觉得台北市很丑吗 台北市不是也建了堤防很丑吗 对啊我不觉得很丑啊 到底丑在哪里 所以真的不要胡说八道 我觉得我们大家要认清真相面对事实 其实老实讲 我从这个水灾发生到现在 我根本没怎么骂陈其蔓 我讲这话我没有怎么骂他 对啊 我也觉得没什么好骂啊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整个高雄一直长久以来的问题 高雄淹水又不是今天才开始淹 每年都淹 只是淹大淹小而已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挡不住这些水 为什么只要一下雨就要淹水 像很多地方 台湾很多地方是每下雨都淹水 为什么 几十年了 我们为什么人类没有办法对抗这个东西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如果说那个地方真的滴挖到 你没有任何排水措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就要考虑 是不是要帮搬迁到一个比较适合去住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做的话 为什么不做 不要告诉我是为了美 不要告诉我这些胡说八道的理由 拜托好好针对问题面对问题 就好像卢秀燕这个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这叫什么美丽的误会 到底哪里美丽 不是就 不过就是借个抽水借 你借就借了嘛 对 而且有这个事实嘛 对啊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去解释的 还要中央社特别发一篇 然后告诉大家说 这是个误会 这误会什么 你们还是借了收水机啊 只是送去的地方不是高雄是台南 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有什么好解释我真的不懂 没有他们是说 这个左翁太没有要 左翁太没有特别要求 不是你 左翁太也没有要 这不是重点嘛 你们还是有嘛 高雄那台中还是提供了嘛 这样就好了嘛 老实讲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 大家互相帮助 我们都是台湾人嘛 我们都觉得很好啊 这不是好试一装吗 你开口也很好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开口也没什么不对啊 对啊 所以到底大家在干嘛 我真的不懂 去辩解这些东西干嘛 然后王毅川这种人 为了 为了要告诉大家说 这次是人力 无力回天 天灾天灾 这个天阀下了14公尺的雨 怎么防 下14公尺的雨 我真的觉得 南亚大海啸都没那么夸张 真的是海啸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在鬼扯什么 而且你知道吗 我看三立新闻 怎么样 居然直接这样报导 你知道 我被三立新闻吓得到 你知道三立记者 三立记者 这位叫做刘宇军 台北报导 台风破季入雨量 让高雄淹大水 王毅川街 惊人数据 1400毫米 等于14公尺 真的就这样写 对 刘宇军同学 你还活着吗 你没有被犯了吗 你这是在故意求他吧 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是在 如此的报导 我真的很担心你的案位 他也没有发现这有问题 还是记者也没有发现这有问题 1400公里 对 他真的这样想 我也不知道这位是什么毕业 那王毅川 还是台大土木系婆士 就是啊 实在太神勇了 所以如果给王毅川盖一个大楼 你本来估计是大概 14公尺高 可能会变140公尺 他越盖10倍大 都知道什么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去做这些事 没有意义 水灾发生了 其实我老讲 我没有在怪谁的错 我的重点 我重点一直摆在 解决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防止 这件事情再度发生 这才是詹明想要问的 不然的话 大潮 这次退了 下次大潮会会来 是不是我们要淹 我们现在才7月多 不台风季才刚开始呢 对 八九月都还可能会出现台风 请问一下怎么办 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吗 真的拜托好好面对问题 不要再鬼扯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层你的KS Low Your Care Low Your Care engo开时间 gallon 镀子 存館